河仙姑 挪浦山下西北面曾城县境内 有个亲王村 村前有一条云木溪 这条溪从百花林中流来 水轻得可以溅到溪底小小的鱿鱼 有一天 村中的河太嫂在溪边洗衣服 忽然感到肚子痛 似乎是胎儿在腹中伸手伸脚 他想 莫不是要生产了 便收拾起衣服 麻干了手脚 赶快走回家去 他刚回到家里 躺在床上 就望见窗外空中 有好几片紫色的云霞 光辉闪闪从冬面慢慢飘来 他偏转头去 又望见门外空中 也有好几片同样的云 慢慢飘来 这些紫云越来越近 似乎都在他家屋顶撂扰 他非常惊奇 正想起床出去看个明白 那些云霞已经消失 婴儿诞生下来了 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 五官端正 眉青眼秀 一副聪明灵丽的脸像 很多人喜爱 和女长到四五岁 便能帮忙妈妈做家务 死猪背鸡煮饭洗衣服 样样都干 干得很妥贴 村里有个老熟师 教几个男孩子读书写字 吟诗作对 和女空闲时也跑去听讲 她一听就懂 一学就会 找到十四五岁时 她已经写的一首好字 并且会吟诗作对了 有一天夜里 和女目觉一位白长须的老公公告诉她 村前云木溪对岸的小石山 有许多石片 叫做云木片 把它磨成粉末 一天吃一些 日子久了 便会在空中飞来飞去 并且会长生不老 像神仙一样的 第二天天早 和女便去取来一些银木片 磨成粉末 拌上井水 果然味道清香 非常好吃 她告诉最香好的同伴 彤彤和阿琼 同伴吃了 却觉得很苦涉 厌不下去 都说和女是开玩笑 骗人吃石头 和女吃了好几天 便觉得身体逐渐变轻了 走路也很快 她继续吃下去 果然能够飞行了 她说不出心头的高兴 并写下了一首诗 凤台云木似天花 念作芙蓉白玉芽 笑傻狂游 勾露令 更同核树 弥丹沙 这首诗因为开头有凤台二字 后来给凤凰知道了 她们便常飞到这小石山上来 人们也就索性把这座小山 叫做凤台 诗的后面两句 说的是葛红 何必为了要找丹沙 想去当沟露县命呢 吃云木片不是就可以成仙吗 有一天和女告诉妈妈说 我要飞去罗浮山顶玩 妈妈以为她说着玩 谁知她真的飞去了 她常常早上悄悄飞去 晚上悄悄飞回 每次回来还带了许多山谷给妈妈 有葡萄 香肝 砂糖 天链子 木葡萄等等 都是平时不易见到的 河里会飞的消息 很快就被人知道了 从村里传到县里 从县里传到府里 一直传到了朝廷 当时做皇帝的是武则天 他下了一道圣旨 要把河里招进宫里去 何太夫妇很伤心 女儿要是进入皇宫 这一辈子就再也不能见面了 河里却轻轻松松地说 不必担心 很快我就会回来的 河里给装饰的 很华丽的轿子抬走了 轿前轿后 还有许多威武的兵丁跟着 他们周过周 府过府 不知走了多少天 跑了多少路 有一天来到一个驿站 他们歇下来休息 河里走出教门 整一整衣裙 就飞上天空去了 河里飞回了家乡 爸爸妈妈又惊又喜 他们怕再出事故 便悄悄商量 赶紧给他选定了一门亲事 谁知到了成亲之夜 河里忽然不见了 他飞走了 他在房里桌子上 留下了一首诗 说 麻姑怪我念成霄 一阁仙凡道路遥 去去苍州 怒明月 道其黄鹤 听暖霄 他乘着月色 朝罗浮山飞去 飞到将近麻姑峰时 只见峰顶 踩云撩扰 白鹤飞翔 风邀石台上 麻姑和许多仙女 正在歌舞艳影 香风阵阵 仙月悠悠 河女还未降下石台 麻姑已经向她仰起双臂 叫道 好啊 又来了一位仙姑了 麻姑是童年女仙的仙长 看上去像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 可是东汉时候 她就对人说已经过沧海桑度变为桑田了 她长得非常美丽 只是手爪却像鸟爪一样 有一次 她和南仙的仙长王芳萍 一起去探访一个名叫蔡金的人 蔡金看到她的鸟爪 心中暗响 如果急被养 得她来捎养一定是很舒服的 谁知王芳萍一下就查出她的心思 叫人把她编了一顿 再说河女 她一降下 便和女轩们一起唱歌跳舞 南采河 厄丽华 杜兰江都在这里 他们玩得快要天光时 才各自驾着彩云 或骑上白鹤 奔奔回各自的洞府去 只有河女和麻姑还没有走 这时恰好有个道士要下山去 经过这里 河女便托她带个口信回家 说她有一堆布鞋 一路在井边请妈妈使好 她望着周围的景色 随口又练了三首诗 要道士去替她转述 她练的是 铁桥风景盛天台 千树万树梅花开 玉霄吹过黄岩洞 勾引长庚跨鹤来 寄予彤彤与阿穷 休将城市老贤请 彭吟若水 金清浅满地花音护月明 以乘群针入紫威 故乡回首上迟迟 千年留去井边旅 说与草堂仙子之 这个道士也是有点仙气的人 他一转身就到了七网村 把遇见河女和他的嘱托 都对河太夫妇说了 他们果然在井边找到了一双布鞋 一抬头还看见村边的一株荔枝树上 挂着一条绿带 取下一看 原来是河女的衣带 它昨夜飞过时 被树枝扯断的 衣带上有些散开的丝条 却缠住了荔枝骨 以后这株树所长的荔枝 中间都有一条绿痕 吃起来也特别香甜 人们把它叫做挂绿荔枝 说是河女留下做纪念的 可是官府知道了 取耀乡人年年都把这种留着仙迹的家国 送到朝廷进宫 河女成仙了 人们不再叫她河女 叫她做河仙姑了 还在春前进了一座小寺来纪念她 河仙姑自从嘱托过道士之后 便随着麻姑飞去 后来又好几次回到罗浮山来玩玩 有幸之时仍然写诗 熟珠烟里东壁上具有她的亲笔提诗 自写的娟秀柔媚 可惜那块墙壁已经大半崩毁 诗也只剩下开头两句 石尺水帘飞白虫 声敲风白与天风 她也曾到小石楼上安放了一颗玲珑的小石 把它装点得更加好看 至于麻姑她是每隔若干时候便来罗浮小住几天 并召集一群女仙来这里宴饮 这块地方人们就叫她做麻姑台 近三四年来不知何故 不见她们再来了 只有麻姑经常沐浴的山西还留着她脂粉的香气 不过她用一块大芯石磨得平滑光亮的梳妆镜 还留在那里没有带走 大概将来还会回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